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我们放置一个bot在这个地方观察烟雾的效果 显然从旋梯完全看不见走廊的人 有人说了真烟timing不太要把握 万一对面无脑rush上来怎么办 那么我们可以像这样丢完侧导雷后抵住旋梯旁边这个脚 瞄着毯子的这个脚又见轻抛 也能做到一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机去丢这个烟零性前压 只要你的头够甜 只要缘分到了你就能丢得出去 在开局一分钟后去丢 做非常规前顶也能帮助你获取很多很多信息 你想想 这个时机摸出二楼看一眼中路 岂不是雪传 那么在这个技巧的最后 要注意对方二楼的穿点 如果对面开局喜欢穿 那么开局你就收连点吧 如果对面开局喜欢从旋梯快上二楼 那么大概会在1分40秒出现在旋梯附近 而你可以提前丢火 把对手堵在旋梯 然后对着地图外面的门的门锁 附近进行穿点 就能穿到被限制的那一块区域 这个套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各位珍惜道具酌情使用 基于联同防守 如果A1队友进了锅炉房 那么二楼就可以尝试前压 给队友做架点补枪 这边我就要再说说二楼的灵性前压了 如果中路外围动静很多 你是在阳台防守的话 就可以考虑一波灵性前压二楼 当然要注意差点 而且在这种时机前压二楼的话 应该能处乎大部分人的意料的 不声不响就摸到对手的屁股后面 那其不成恐怖 长篮不知道 一后顶了吗 长篮 没有 可以打个三把他逼退 一地一黑一样没得出到 二楼顶了 来来来来 二楼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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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把你A1的队友加上了马鹏 那么你可以待在A1 在锅炉房看不到的位置 架着二楼的过点 借鱼这个位置是个非常贵点 一般人也想不到用道具去清 如果A1的队友跟中路交火 那么你还可以第一时间出去补枪 如果你在阳台 大坑的战略暴露了 或者过不去的话 可以考虑蹲在草车后面进行防守 靠前你可以只架马鹏下的过点 靠左 你则可以架A1到上台的过点 在这一段 土匪查完阳台和大坑后 将会把注意力转向包点 而你就可以抓他们的侧身或者背身打 而在土匪的常规查点过程来看的话 草车后这个位置的确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到 基于联动黄手 如果你想这么战 你需要跟队友沟通 告诉他哪里你看不到 告诉他帮你加哪些点 当A1失手 你迫不得已叫阳台烟时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颗烟雾的边缘 让对手疏忽查点 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这一块上包点的路上 土匪对于你这个位置基本都是没有防备的 让我们看看土匪视角的查点 这样的位置的确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到 当你确定了对手要打A 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可以做 第一个是反道具 后撤的同时拖延土匪的进攻 如果你比较激进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二楼灵性前压一波 对自己的枪法有自信的话 你可也是能尝到甜头的 确定了对手要打A 而你选择站在阳台上架枪的话 并非是个错误的选择 但是与其干架的枪 打完人便能补死 利用好我们手中的道具 或者冒险前压 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比赛的局势 大坑这个位置看似跟其他防守点没有什么联动性 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利用手中的道具来帮助队友 推到大坑底 瞄着防岩的边沿 向前小跑一步左键丢 就能打出一颗A1闪抱在马棚上 抱在马棚上的好处 就是对队友的影响缩减到最小 有利于队友后撤回包点或者轻中路 当然 如果你们想这么做 那就得先确定对手在蚕食A外围的控制权 所以信息沟通交流很重要 如果你想帮助连接小坑队友后撤或者轻点 暴露在外面丢显然很危险 因为二楼口隐隐散发着杀气 所以我们要更安全的丢闪 抵住这个角 瞄着石柱和木板交接的点 跑跳投 就能打出一颗像样的连接高闪 这种闪光的配合对于时机的把握有要求 所以你们要事先沟通好 告诉他你能为他丢连接闪帮忙轻点 这样队友才会开始依赖你 连动性的防守也就能够逐渐形成 要是闻到大坑有什么好用的烟雾 俗称大坑磨难烟当然不让啊 抵住石柱瞄着这个角右键抛 就能在大坑形成一个人工掩体 如果是不仔细直接往大坑丢的火 会被直接灭掉 而只有瞄着大坑左边丢的火才会有效果 除了具有一定的防火效果外 磨难烟能扩大你在大坑的活动范围 你可以混到烟边看二楼 或者在烟边架着A1的上台位 如果土匪上台 这种时候注意力想必都是在包点了 而除了这个角度 你还可以尝试从大坑口子打A1 或者蹲着架A1的上台位 属实阴险啊 如果你的大坑防守不太顺利 那么可以尝试在墓地防守 蹲在这个木桶后面 A1的土匪就看不到你了 而你可以架着二楼打一个出其不意 要是闻到闪光 你可以以这样的角度瞄着地面 然后蹲着后退打闪 起源引擎的神秘力量 会让这个闪光弹得更高更远 而你可以提前拉出来打A1 因为闪光白不到你 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 InfernalA点的防守内容 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关于先前说过的肉类皮肤 点击关注 然后长按点赞三连 留下你的评论 我将会在评论区抽选